是台湾将来一个很精彩的产业 大概已经有十年时间了 吃面粉的已经超过吃面的了 大胆预言烘焙业未来相当可奇 这也是同一集团创办人高清苑 过世后罗志仙首度公开露面 似乎完全看不出意中 唯一不太一样的就是这一度穿回黑西装 系上黑领带身形也消瘦不少 我们现在大概都是按照我们的计划 就在我们的布局大概基本上很完整 怎么去优化 似乎就怕影响心情 罗志仙谈布局也谈大陆市场 就是必谈家务市 连市场预期高秀林可能会出席 法说会也是不见人意 但对于统一集团的下一步 罗志仙心中早有难途 东南亚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想对集团来讲将来发展的空间也很大 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几年里面 东南亚的投注的关切 以及心力是稍微有点薄弱 除了压保东南亚市场 大陆市场也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持续锁定都会地区部件 台湾则主攻先使冷藏和烘焙 只是法人更关注 随着大陆经济逐渐趋缓 是否冲击统一未来的成长动能 大陆消费市场没有问题 厂商的问题比较大一点 不及不许展现接班态势 只是本来说好60岁就会交棒 卸下总经理一职的罗志仙 在勾亲院试试后 会不会有任何变数 也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三星人采访5K言 他被采访不到